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猫的箱子 要告诉大家 27号的时候 我们会中心 和 一个之前的一些恩怨 或者是进展的一些情况 但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做不到 当时拍摄的 很多的材料 素材 现在也不在我们身上 当然我们会努力去争取 让他们发现成了事情 这样一个原委 古获光也我们都没息了 所以我们组建了这个 租来的小房间 这应该会成为 今后 新的古获主帝 而且从今那个 我们可能 古获光的这些场面 还是会有趣 但我能做的就是现在 有很多担心我们的朋友 我 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不再怎么回事 真是当时 所有的河达和 中盼情侣 好兄弟呢 又不在身边 而且因为这些事情都说到 其他人 我们也找不到 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就在这个时候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这个人 他回来 帮助了我 我们想想 从中的 拿到非常多 宋老板 潜在的一些证据 但是没有到想到的事情 就是 三亿了 和这个宋老板之间 有很多千四万个的联系 在这个 嗯 今天没想要跟大家说 啊 啊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 我把 赵二世纪 控制权 被 又是永满 我和后往的联事 也会 一起玩 但然后尽量 把这东西拉着 哎 哎 你好 哎 你好 你是一和是吗 哎 是的 我就是刚刚在那个 邮箱联系你们的 不知道我给你打个电话 说的事 哦哦 你说吧 我这个事吧 我不太想让太多人看着我 我怕人认出我了 我就能不能直接通过电话 我跟你说这个事 您看行吗 也可以 大概一年前吧 我孩子呢 呃 退伍了之后 我就想给他 找个工作啊 找个工作 月薪 养三五三千了 还没关系做啊 也挺劲的 就会 推去另一关的时候 就跟他说 他他给他孩子 拖了个关系 找个工作 嗯 然后 就跟我推着这么一个人 这人呢 他就是在那种 圈子很紧的 他把孩子找工作 然后我那时候 他就 当时拿了二十万块钱 他就给到这个人去运作 开了挺靠谱的 为什么说要挺靠谱的呢 因为 就是这钱 你可能说 你这人拿了之后 就 就不给了 那么就那儿骗了 对吧 就是咱们拿了钱了以后呢 还拿出来 哦 哦 我听说 给孩子找个 工作最重要是吧 他自己养活自己 有个人也估计 一辈子被他操劳 我就联系我这个人 他当时跟我说 给孩子找个 就有钱办法 知道吧 嗯 知道你先说 那你这什么 你钱没损失吗 对 但是我跟我那牛油 我那牛油 他那孩子工作也没办上 钱也退去他了 但是我两个里面 但是我两个里面的 比加起来这四十万 这一年没在我们手里面 我那牛油就跟我说 这人可能就是在天子 你说一个人是吧 你要是十个人 就是二百万 这二百万他要是存在银行 存在银行 存在银行里面 这个弟子也要银行 嗯 嗯 而且啊 这一年的时间 我记得这个孩子工作 十有八九人 就不可以到身上 在孩子们家里面 玩一年 这 嗯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我就想让你们 那么第一道我看看啊 这人是 这钱是什么呀 还是说 他又是在那边骗人家 这种本性这个钱 然后就是弄个基金啊 弄个理财啊 之类的外部工啊 那种套人钱呢 对吧 如果说他真是这种骗子的话 如果别的 什么 这个事 他又是 你从本性回来的还好啊 那他一直骗别人 人家本性 然后回来 就占这个钱 那你有他那个联系 这个方式吗 我这边都是 我他电话 那行 你一会把他那个 电话号码发给我吧 好吧 嗯 你都说你去看看 他的朋友圈 他那朋友圈里面 就有很多给人家 说我同工的一些案例 行行行 我们调查一下好不好 前两天呢 这个事没办成以后啊 他还跟我说 最近又有一个工作 那我给不给孩子办 我想你们能不能通过这个事的 我跟他有个继续啊 是个文化外传 看什么的视频 行 那我们就试一试吧 好吧 好啊 帮你试一试好吧 你好 您是X哥是吧 对 我是想再跟您细聊一下这个事 你说说吧 你想再找个什么点做 之前我是自己在外面创业啊 后来这不亏了钱了吗 我老婆就说 让我找一份这种稳定一点的工作 嗯 这边倒是最近有一个 XX知道吧 XX那孙主任 XX大学啊 对对对 正好有的嘛 这个岗位 干嘛呢岗位 就是在办公室里喝喝水 倒倒茶 给领导打印一个文件 是这样的 他是编制工作吗 他那都是事业编 他去的时候6000块钱 6000块钱啊 一个月啊 年纪希望十一年 他就这个工作吧 嗯 你是跟大学在一起 大学生寒暑假 老师也蒸发 带新吗 当然了 一年12个月啊 年纪带双新 哦 我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一年其实 上班的时间也很短 您是跟那边 孙主任认识啊 我搜搜看啊 我不是不相信您啊 您和他这什么关系啊 你也别问 哦 是这个吗 县市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对对对 这多少钱啊 这个 至少有点30万吧 30万 能稍微少点吧 这个东西你能奖价吗 30万我跟你说 一年这个钱就出来了 能办成吗 我吧 肯定给你办成 办不成 不要紧我给你打个欠条 身份证 我都给你留着 你拍一下 好不好 我也是本地人 我还能跑了不成 这样回去我出手钱吧 您是跟孙孝长关系认识 是吧 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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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可千万别搅操 我知道 我知道 还有你这儿 行不下 你去了办公室你这些 并不行 头发剪短了精神点 俩回来 好 好 什么燕子什么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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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 你那是很随便的 你想干嘛 那是有完复门 你调查一下 这个调查了 我没什么事 你干嘛 没什么事你也走一趟 大哥 你不回了吧 没有 走 我 我一步太快不强 你们在干嘛 先走一趟 走一趟 大哥 正好半夜了 去乱走怎么样 不用什么 先背了一下吧 你不用管 相当在这一坐不来 这干嘛 这怎么还有个相机 我们要全程去录 给他采取点枪拖势来 不 你干嘛 大哥 怎么了 不 我什么事也没干 废个点 你们这政府部门就这样吗 不是政府部门 不是政府部门 是有关部门 道上的是吧 什么道上的 部门来的 哎 哎 怎么了 我杀鱼 老杀鱼小你别这样 你 我配合不上 这什么 你杀鱼的 这肚子呀 为什么帮你 是因为你可是不配合 我配合不行吗 你干什么事了 没啥事 没事 没事 漂亮 这个还好 大哥 我去跳个舞去 好 别 哎呀大哥 哎呦我套得起来 你这是干嘛呀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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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 救命啊 哎大哥 你们可回来了 考虑得怎么样了 考虑什么呀 我什么事也没有 好啊大哥 没事啊 嗯 还不说 别说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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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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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行啊 我把鱼子弄烂了 还损坏工具啊 不不不 这跟我没关系 我给你买了 那我就是给你们买个好的好不好 那我问你 来来 大哥 照不照 真没啥事 太不说是吧 来 来 来给他保住 都弄不长时间了 都摸了 都摸了 手都不会抖了 你给他把手放下来 大哥 别动 别动 来 要多少钱 能说行了 要钱就不找你了 在这儿鞋子鞋子 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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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你这什么造型 哎呀 大哥 你几个水喝了吧 没有水 才半天了 这快砸得都不老了 哈哈 我问你啊 嗯 你是不是给人介绍工作 收取高额回报 我那就给他们帮个忙啊 帮个忙啊 叫个工作 也被抓下来嘛 你是认识孙书记吧 孙书记怎么了 他欠我们钱跑了知道吧 我背着什么孙书记 来 什么孙书记 把那个录音拿出来 来 好 听听啊 哎呀 他原话 你前天才给他吃了饭 你说你不认识他 我 我那就跟他们最故意说 我就不认识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说你认识他呢 不 我 这不给他们介绍工作 我 我 多么能赢了点钱 哈哈 就吹牛逼呗 对 吹牛就吹牛逼 我不认识 我 那你 就是啊 给他们介绍工作 都成功了去吧 有成功的 怎么成功的 我就是在那招聘网上看了有招聘呢 嗯 我就跟他们说 让他们好好准备准备 用这报告好好写一写 交上去就行了 就说你没给人家找人 不不不 我给他们找的工作 那么之前 你问人家要20万30万呢 那个钱是干什么的 他们面试上 那么钱不就 我就不就给他们帮忙 那么他自己他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 那面试不上了呢 面试不上 我也没要他们 我也没蒙他们 我只还给他们了 你问问去 那你拿这个钱干什么 不大哥 你调查孙主席 我这事干嘛 行 他就是因为这个事 跑得住 我 不对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和他干一样的事 哎呦 你没找工作 我都还给他们了 过多就还给他们了 没找工作 就还给他们了 你这样吧 我再换个日子和你聊聊好吧 我看你还是不太诚实 不大哥 你再去好好说就行 你别玩别的呀 辛苦了啊同志 辛苦了 这样我跟他继续聊一聊 同志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你也知道 我们在这也是陪着你一块熬了五六小时了 我跟你讲一下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 这位孙主席 我们为什么把你拉到这样一个废弃厂房的楼顶呢 是因为我们怕对方力量太大 渗透到我们这个内部里面 我希望你呢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好吗 在这个调查工程当中 你刚才也亲口对我说过 你前天是跟这个孙主席去吃个饭 不不不不 是吧 我们这边也有录印证据 不管你现在如何狡辩 我们现在第一 要知道的是你们 另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到底有多大 给人从中 谋取好除非 第二 就是这个孙主席下落 因为他前天晚上 我们要去拘留他的时候 他已经跑路了 我们现在找不到 下面第一个是 这个姓孙的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真没 我就是随便那么说的一个孙主席 我真不认识 怎么会随便说呢 我们在网络上 你确实搜到这个人了 我 我 我其实就为了骗你们这些 哎 这样吧 同志啊 你确实是条硬汉 我不管你跟这个孙主席 关系有多么好 不不不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条线索 我们在追查的他 并不是你 好吗 这样 你再冷静冷静 不 同志 那我们先回去 同志 哎呦 你这天空是鱼马的吗 我真配合你们 同志 我们能给你机会不多 我们之所以把你拉到这个地方 没有拉到我们办事处里面 就是想赶紧放你走 我们需要的知道 就是你这个好兄弟 孙主席 现在去哪了 你把我屁了 我也不认识什么孙主席 你果然是个好兄弟 有情有义 我佩服你 好一条硬汉 走了 怎么了睡觉了 同志 同志 都不要了 我希望您考虑清楚 您不至于为这样一个走错人生道路的人 毁坏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他的下落 这个孙主席究竟去哪了 同志 我真不骗你 我说一句假话 我天打乎了以后 去哪了 我不认识他 我有一句假话 我都是跳下去好不好 你确实是个好兄弟 但是你确实实实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了 你让我怎么配合 别让我这位同志上谎 领导 那这样 我再往细地问一下 您不认识这位孙主席 不认识 绝对不认识 那为什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您三贩四次的跟我强调 您和孙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 那就是在招聘网上 看XX 招那么几个岗位 招那么个阿姨的工作 给你介绍吗 然后那么你能应聘成功了 那不就是我的功劳吗 那如果说我没应聘成功的 这个时候你会动用孙主席的关系吗 我不认识孙主席 应聘不成功吗 我就说已经招满了 后边关系就是不合适 有共用的 我再给你从晚上的巴拉巴拉找一个 那如果最后都没找到呢 都不找到 我就把钱拖一拖 我到时候还给你们 我都住这里的人 为什么要把钱拖一拖呢 钱买点理财 现在金金那么好 那么买个基金不好吗 你这还真挺逗命的 刘老婆 这跟你们找孙主席没关系 我这就 那不下半人早点找个生路活吧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 同志那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找啥孙主席 我们呢 就是过来找你的 大哥怎么又找我了 先送吧 是这样 我们之前有个姓孙大哥找到我们 你再让我讲事先弄开嘛 是 他儿子 和你 找工作 给了20万 一年前把钱给你打到的 有没有 我把钱还给他们了 对 钱是还了 是 那这个钱你中途拿着干嘛了呢 超股买基金了 什么 超股买基金了大哥 拿着钱超股买基金 你这么聪明 我没钱嘛 好久这么好 我也一番没少他们了 那人家的天 他们给孩子找工作 我也没少给他们找呀 那你凭什么拿着人家的钱 去他妈给你自己的超股买基金 你赔了 你十几年之后 把本金还给人家了 人家贷款 一个月一个月再还着 你这是什么 江湖白小生 偷熟白的 你没那个能力 你给人办这个事 没那么大头 你戴什么大的帽子 是 这些人不对 这些孩子什么能力 竟然去做什么工作 所谓的旁门撇道 那都是自欺欺人 但是你呢 利用人家这种想法 就去骗人家 拿着人家这个血汗钱 你去给自己买理财 我跟你说 在这帮你五六个小生 他妈便宜了你 我以后不干这个 那不是你以后干不干这个 那你曾经干过这些事情 怎么办呢 人家贷了二十万 利息就五六万 你怎么还呢 大哥大哥 现在基金跌得厉害 等我抽出钱 跌得厉害 你也有了赚吧 把赚到的那些钱 还给人家 至于他们还有几万块钱补不上的窟窿 那是他们自己摆的教学 你这些不义而财 不应该脸到了你的口袋里 你如果说这个事儿 你真有能力给人办 也别办 每个工作岗位应该是公平去竞争的 但是我们会让很多人看见这个事情 哎呦 别你可千万别 哎呦我真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今后别再干正事 大家就不会知道你也是你 哎 我们今后还会通过各种手段 去和你取得联系 当然你不会知道那是我们 但是如果让我们知道你还做这种事情的话 下次这个天台 就不是五六个小时了 哎 我以后一定不干这个了 哎呦 真的 谢谢你同志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在哪儿这是 不知道是吧 哎 不知道行那你可以走了 扶他一下 干了这样的事儿 你就得承担今天的责任和后果 对 知道吗 知道为什么今天绑了这么久 腿会麻吗 嗯 因为你的心态黑了 回去以后把基金赢到了这些利 返还给人家 好 好 再见 好 我一定会 那我觉得呀 其实这件事情啊 沿途上分为两个错 第一个呀 是这些牟利者 他们利用了这种 所谓的走捷径的心理啊 不停的去敛财 这个人啊 我觉得还好 因为呢 他打欠条 甚至真实的身份 而且呢 他最后会把这个本金还给人家 他从中呢 只不过是赢取了一个基金 那么那些 连本金都不还的人 他们成功了 将会对一个家庭来说 造成多么大的困扰和烦恼呢 我们再划分两头说说另外一边 那些需求职位的人 钱可以解决很多事 但是钱也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 他不是说二十万三十万就可以买一个未来的未来 永远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我希望大家观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 引以为戒 一定要知道 一份公允 才有一份收获 这里是古后帮 我是翔子 那我也好 感谢感谢一格 壮格 包括友豪 我们四个人啊 今天晚上气温确实很冷 那这个人呢 绑在这个天台上 也确实很受罪 希望以此让他长个记性 也希望更多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 可以转发出去 或者点赞评论 因为你的身边 一定也知道一些这样的事 然后把那个凳子收一收 不要给人家留下任何垃圾 走了 883 骆 differ 毕者 Ple 黄 懒 3 13